大仙 我家人要推我相亲 是吗 你去相一个吧 体验一下 没体验过 我也想相个心啊 什么感觉 反正我相亲不太方便吧 我妈如果把我这个照片给发过去 她一来说 怎么不一样 我说那我走 大仙你今天考怎么样啊 我今天还是蛮慌的 一醒来慌慌张张 拍了个视频 然后准备了我的二笔 千笔准考证 身份证 临近出门的时候 拉开门首 非常紧张 毕竟12年我一见 这一次考试度非常重要 刚准备踏出第一步 我考过了 挺爽的 无视重视 又到床上 大仙今天高考完来看直播 OK OK 考的如何 这就不问了吧 都随便了 你能到今天 你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修行了 后面是怎么样 都看 看造化 有些同学去了好的学校 就感觉会释放自我 苦了12年 然后放背自我 开始各种外拍 就把自己玩回 有的同学在没考好 进了一所自己 觉得还是差一点的学校 没有到自己那个 那个目标的学校 也无数的 不是吧 自己发挥了一下 然后又有 一成功的案 都有 后面还是要看造化 难度 你就不用太care那个分数了 你都操好就做主意了 最后把我整不会了 宝哥 拆拆手机兄弟们 华为Mate 40RS 保时捷设计 黑色的嘛 有点燙 打开后就是这样的 我就不开机了啊 给了一张全是英文的卡 是不是保时捷911 五折抵扣券 我也不知道干嘛的 估计有用吧 然后它后面给你放了充电器 耳机 一个手机壳 真还行 然后不得不吐槽一下 同价位的 iPhone Xperia Max 淘宝的一层盒 没有屏面线 是我李逍遥 站的不够高吗 先来玩李逍遥 下奥家伙 纵红四海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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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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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 把把这么难呢 呜 死 提 呀 同意 准准一转 那 我是真的 我只想 当你先毕业 defat 如此如此 想到你 要不都去参加高考算了 好久不见 当你看到我出现 再次回答 谷牙688 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